大角咀有工人幫工廠大廈單位清理垃圾時 將懷疑是氣槍和彈藥的物品檔垃圾扔掉 結果保安發現了這批懷疑槍械報警求助 警方星期三晚上7時多 在大角咀哀華街附近的工廠大廈地下 搜到13支懷疑氣槍和大約100發懷疑是真槍的子彈 到了第二天凌晨 警員又再帶走一個紫色行李箱 幾個黑色垃圾袋和發泡膠箱 消息指 警方經初步調查後 發現這批槍和子彈屬於涉事工廠大廈一個單位的護主 他持有槍牌 十幾年前已經離世 最近護主的老婆子女打算裝修這個單位 最後這批槍械就被裝修工人扔掉 案件列作發現槍械和彈藥 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